請那個副座 次長 請次長 次長 我們生子才有那個B5 本來預計105年來實行B5 那你們現在這個計劃是不是依照這個計劃年限開始實施還是有什麼變化 好這個部分也感謝委員的關心 我利用這個機會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案子大概在從97年前面推廣實施B1 到99年6月前面推廣B2 那也都達到一個階段性的一個目標跟任務 但是最近有一些問題出來 我也跟委員報告一下 首先就是我們最近B2部分加了B2柴油以後 有些油槽裡面的淫泥增加 所以造成在車輛使用者在使用的過程中熄火 安全問題 所以這部分呢我們也在這個7年的9月成立了技術專家小組來研究 那研究裡面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確實是會影響 對大概我們目前的這個所謂超低流的油品 那還有超低流的油品來說的話 可能呢會讓這個微生物滯漲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而且我們的油槽裡面又有一些高溫高濕又有水分 所以也會滯漲這些微生物的一些成長 那現在就是B5有改變B2還做不做 B2呢也是一樣 我們也一直在考慮到整個行車安全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呢認為有些東西呢 我們還要再來好好釐清這些問題 所謂問題的話呢 就是包括這些微生物跟水分的關係 跟這個所謂的超低流的關係 以及氣候條件的關係等等這些呢 我們都要來釐清 所以這個案子基於整個行車安全的考量 我們現在整備呢 先來暫緩用在車輛的部分 現在暫緩用在車輛的部分 那好如果你暫緩了這個B2 你未來對環保人士你怎麼交代 這部分我們強調很清楚 這是從所謂行車安全的考量 重以保保 這個我贊成你 因為安全絕對比什麼還重要 對對對 人命安全 好 這樣 那再來 當時 現在如果是確定說 確實是因為我們這個B2 導致 這個大貨車也好 或者我們一般的車子也好 有這個熄火的現象 甚至他們油潮淤泥多 然後甚至呢 他們的這個 比如說他熄火的 這個什麼那個什麼 都壞掉了 對 那像他這個相關的部分 我們未來賠不賠償 這個部分 補不補助 好啦我跟這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就是利用這段時間先來釐清 到底是我們車子它使用的時候 它的那個油箱的問題 還是我們整個油品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暫停就是要來釐清這些問題 你們現在釐清齁 在你釐清之前你們現在暫停 但是聽說主力很大 不會啦 不會啦 這世面的事情這沒什麼主力 不會啦齁 你們會堅持啦齁 聽說業者喔 業者的主力也很大喔 哪一個業者你說 蛤 這個這個那個 石油公司的會不會加油站的 不會啦 不會啦齁 你們都確定溝通好了齁 這他們也是會困難啊 如果確定是我們油品真的出了問題 我們賠不賠 現在 那賠償的過程中 我們以什麼標準 因為你畢竟這段時間 有一段的時間 你用什麼標準再去認證 好 這個部分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利用這一段時間 先來釐清 這些所謂的 潛在的問題在哪裡 再來談後續要怎麼做 好 那你有承諾就對了 如果真的是油品的部分 我們絕對賠償就對了 沒有啦 現在 我跟委員報就 你不可以告訴你 明明就是我們也不成立 人家業者已經 已經在去年就找了 我們公園院做了相關報告出來了 嗯 對嗎 但是現在就是離不清 離不清啊 對對 所以說 我們的公園院 你的公園院算完了 技術有問題 你沒辦法認證的就對了 沒有 這牽涉的那個因素很多 再來一點 拜託你們 因為現在我們加油站 本來他們最近又要來跟你們抗議 他們在說他們的利潤太低了 我現在拜託你們 中油這邊是不是也可以 委託一個研究報告 到底你們對於業者增加五毛的利潤 有沒有這個空間好不好 好 這個我叫我們國營會 跟那個人來檢討 這個部分 本來他們真的是最近 要幾十台車上來抗議 所以這個部分麻煩你們先去做 這方面的一個調查好不好 以上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